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聰明 今天是2月14日情人節 先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不過今集主菜式跟情人節其實沒什麼關係 只是一道聰明的日常簡單小菜 如果你也喜歡這麼簡單 又有家庭風味,還要是開胃快節的話 記得給我LIKE 因為有你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動力 一閘晚我們又來到超市了 我先買了豬肉碎 WELCOME的各式各樣豬肉 無論是豬骨也好,豬展也好 大概都是50-70元一包 不過這些很多時候都會有100元3包的優惠 所以建議大家來超市買開豬的時候 一次過就買3包 價錢就會合理很多 而且分分鐘會便宜過市面上的街市 然後就買了這個豆腐 其實款式真的相當之多 究竟選哪款好呢? 其實真的花多眼亂 我到最後就買了這隻 山水排的煎釀豆腐 為什麼要買它呢? 因為它吃起來有些少許的豆味 高鈣,以及不是基因豆製造 吃起來都安全和健康一點 我買了8個半一盒 買齊東西我們就回去開工了 買豬面子的時候 這次我就在超市買了 最重要是看它的色水 千萬不要帶少許灰 你看看它是粉粉的 最好有少許的肥膏 這樣做出來就會滑厚一些 我們就先洗掉它 因為很多人買完這些豬肉水 都不懂得怎樣洗 洗一次給大家看 洗豬面子 第一時間我們就要準備一個 比較梳洞一些的篩 還有放一個篩下去 就會有少許浮起的現象 即浮到一半 因為如果你用一個很密的篩 放下去就不會說 那些豬肉就會走出來 又或者是瓊不到水 所以我們要選一個合適 那些篩格大概是這樣的寬度 這樣你會比較容易洗 千萬不要不洗 有很多師傅都不會說 洗這些豬面子 再加多一對筷子 去攪拌一下 那你會見到 那些豬肉 起碼不會在篩裡走出來 而有些髒東西 或者是肥膏油脂 都可以釀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過一兩次水 來的時候 豬肉就可以是瓊乾 配乾 準備瓊匙瓊 被瓊乾乾的話 ו把瓊乾水上的層 給它 subs確定 再給它分支 長椅子 這時下 konkurrrr 我們可以再取一條湯匙匙 可加入碗 Hearts 首先準備薑米, 越細越好, 因為吃了都不割 但太大顆吃了就太辣了, 吃了會有益一點 之後要加一些鮮味, 大約是一個茶匙的生抽 千萬不要太鹹, 加一點就OK 因為這個只不過是底味, 所以味道寧願偏淡一點 鹽, 始終要加一點, 又是半個茶匙左右 真的少少都OK 到最後, 加一些花雕 之前有網友留言, 這是花雕還是玫瑰蘿 這支的樣子寫著是玫瑰蘿, 其實是花雕 千萬不要有誤解, 大約是一個小杯 這個時候可以選擇加一點胡椒粉 但如果加了薑或薑汁, 其實胡椒粉都可以不加 另一件事, 我們想它的豬肉滑一點 很多時候會加一些生粉 都可以加的, 但加了下去, 煮出來的質感 就會變成一餅餅像肉餅一樣 我想做一些比較粒狀的東西 所以這次連生粉都不用加的 攪拌均勻後, 一般來說 醃15分鐘至30分鐘就可以了 最好就是30分鐘 你看它這個狀態, 因為有水分 所以會特別是鬆一點, 用水洗一下 豬肉都會好吃一點, 軟身一點 醃好豬肉, 我們就選一件你喜歡的豆腐 很重要, 如果你喜歡吃的豆腐 有質感一點的, 當然是硬豆腐 如果你想像我這樣, 看起來沒有那麼滑 這些不是精煮滑豆腐 這一件就叫做煎釀豆腐 幫它醃一下配 因為其實這隻牌子我自己都挺喜歡吃的 而且它最好的一件是飛機引大豆做的 沒有添加防腐劑 有些豆味 OK, 自己選你喜歡的豆腐 我們把豆腐倒出來 倒出來的時候, 未必那麼順利 看看行不行 這隻豆腐不錯吧 還打算教大家怎樣去打開它 會比較容易 我們現在就打開粒狀 先切一塊豆腐 喜歡吃大粒小粒就自己作主 如果在外面做事, 這些皮 有些是一格格的, 我們就要飛走它 但如果我們自己吃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理會 有得它, 切了它才算 那我就自彈切它 那旁邊就準備好一點水 那這個水有什麼用處呢 其實我們外面做事, 一定會切到豆腐 都會有水在旁邊 方便一丟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散散它 還有第二件事, 這些水 它說沒有防護質一件事 我們第一時間, 它很軸的 我們把它倒進去 跟著我們要調一個很微弱的水力 以防止豆腐撞爛 我們在旁邊輕輕地叫做 它一陣水 目的就是將它浸著豆腐的水力 都換走它 這樣豆腐就會清澈一點 就算它有放防護劑, 我們都可以過走它 如果我們在公司工作, 啤酒有一陣水 儲存的時間都會相對好些 一般來說, 開了一盒的豆腐 被水浸過面, 封了它 都可以放到三天左右 當然就放在冰箱 那豆腐準備好, 就可以賣老了 一開始, 我們又是禮牌 先放一點油, 開一盒的鑊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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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移動,可以先煎一下 現在就介紹這隻秘企索菜 這是什麼呢? 這隻是黃麵豉,即是麵豉醬 這個靈魂在這裏,我是在荃灣買的 如果有興趣,看我右上角給大家一條連結 因為這隻是零蝦的黃麵豉 如果這隻鑊開得不漂亮就爆麵豉,就會很容易焦 為何要叫大家開漂亮這隻鑊 就是這樣 不需要煎得有點色,有點黃 煎得很香,就沒什麼意思 這時候留下兩大茶匙的黃麵豉醬 這隻是很棒的,喜歡吃豆腐的話就適合 因為是有粒的黃麵豉 一起爆,讓豬肉吸收味 如果你想它再香一點,我們知道有些多的薑片 可以放幾片下去,一起做一下味道 反正有在這裡 你說可以開鍋的時候爆就行了,什麼都行 我想它一邊煮,一邊做一些黃麵豉 爆了十兩二十秒,已經是很香的 在爆的時候,我們要養開麵豉 讓豬肉吸收一下它的味道 去到很快,因為它的豬肉很快熟 這時候我們就放豆腐 有一點水也不要緊 快點養一養它 開大一點的火 一看到它的水滾滾,我們要調小一點的火 放幾滴的老抽 放一點顏色,放多一點 不夠水的話,我們可以補一點滾水 調小火,任由它煮一煮豆腐 煮的豆腐就視乎你豆腐有多大顆 一般來說,煮它五分鐘到十分鐘就差不多 不然煮太久,肉就會有一點鹹 最重要是老抽讓它滾滾 煮到十分鐘左右 看到它還有一點水分就能起得 有色又有味 望到望到鋁豆腐,上了一點色就可以起得了 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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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像厚薄,豬肉碎麵豉麵豉麵豉麵豬雞 開大公告 universities 記得溫柔一點 這個豆腐才可以這麼完整 鎮騰騰騰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我們就放一點色 這裡我準備了一些 好像蔥花的東西 其實是露筍的頭 放一點色 光紅芝 放一點顏色來拍照 大功告成了 如果喜歡今集的 這麼野味 有健康 開胃的這個菜 記得按個讚 支持我們香港的one man band 擴作 你看到它有一點水分 我連生粉水也不用加 夠了味道 靈魂所在 記得買美麗的黃麵豉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到它也很開心 震騰騰的樣子 最重要是簡單方便 拜手 又有一點汁 送飯一流 真是老少客人 試一口 試一口 嗯 真的沒得輸 拜拜 快點試一下 家常小菜